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不倒涌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3月3日第225集,我们今天的题材就是恒指大升大跌 各位朋友,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恒生指数的波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每天都是一是升一是跌的 其实就搞得大家鬼死那么紧张,但是如果爱好这个刺激的话,其实这几人就对你了 在这一幅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6个最近的交易日的恒生指数的波动性的情况 我们就记录下由2月24日到3月3日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由开市至收市来看的话 你见到由2月24日开始,就是跌市,升市,跌市,升市 是梅花间竹地去的 如果你这样去的话,到底恒生指数会是升还是跌呢? 如果就这样看这6日的话,你见到它是反反复复,其实都好像是向下跌下去的 至于你说3月4日的恒生指数,不知道明天开市的时候会是升还是跌呢? 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的 你可以见到在这个夜期,即是说期指 其实现在已经跌着大概是200多300点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明天在3月4日再开市的话 有机会我们香港的股票会继续再跌下去的 不过我之前的预测就是说去到28000点了 但是现在似乎看上去就没跌到那么深的 但是我们香港的基本因素呢 可能遲些有些不好的消息出现的话 或者美国那边有些什么不好的消息出现的话 都可能令到恒指是会不断地向下跌的 那你都会说,喂,那你不让有些好消息的吗? 可以是有的,不过好消息通常都是围绕着这个疫情的变化 那如果疫情的变化,或者我们的疫苗呢? 打得好的话,令到我们香港可以尽快恢复回来的话 那其实恒生指数都可以上升的 只不过看见上升的动力呢,似乎就不是很足够了 但是向下推的动力呢,似乎就随时都在酝酿中 都是会发生出来的 我都说了呢,这一排就是很多企业呢,就是公布业绩的期间的 但是公布的情况呢,似乎都是说上年,就是2020年的全年的业绩啦 那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方好的啦 尤其呢,我现在发觉呢,在这个澳门的赌业界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消息呢,都是挺利好的 但是我说真的呢,我又觉得不是那么好的而已 比如这个奥博啦,这家880这家公司啦 那截至上年全年的业绩来计的话呢 营业额就有75亿的,但是呢,按年就跌了接近是78% 那么呢,其实是亏本的,亏本多少钱呢? 就是超过这个30亿元啦 那就是其实呢,每天都是在亏钱的啦 那跟上年比较呢,就赚到32亿呢,就是真的争天共地啦 那就没有色派啦 那但是呢,你见到它迟些呢,你会见到它们的股价呢 是不断地向上升的喔 那这只不要说了,说下一只,就是这个银河娱乐啦 这一家公司的股价都升得挺厉害的喔 但是同样地,它公布了全年的业绩的话呢 都是告诉我们,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其实呢,它的营业额,比这个奥博好一点 就有大概129亿元啦,都是要跌大概75%的 那么,全年亏损呢,都是比较多些啦 那其实,这些情况呢,都告诉我们 其实就算澳门现在是比较稳定些的话呢 都未必可以有太多资金流入去的 你要知道呢,其实赌场呢,是一个地方呢 可以提供给人家走资的地方 那如果中央银行或者中央政府 是不想澳门成为一个走资的地方的话呢 理量上它会不断地禁止那些人呢 由大陆呢,就下去澳门的赌钱的,尤其是豪赌 所以呢,将来就算没有了这个疫情的话 澳门这个行业,赌场这个行业呢 会不会是真的回到以前的那个世界呢 我看法呢,都可能是未必的 所以,最近他们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升得这么厉害的话呢 会不会是过分乐观呢 至于澳门呢,这个赌股业呢 为什么会最近的股价升得这么厉害呢 当然有些催化剂呢,就是会推动股价是向上的 比如呢,在这个澳门政府呢 他们有个应变的协调中心呢 就宣布在今天,即是3月3日 由一天开始呢 在进入这个澳门的娱乐场所呢 就已经不需要再展示任何些什么测试的结果出来 但是呢,这个娱乐场所仍然都要遵守呢 澳门政府呢,要严格执行的这个防疫的行动的 只不过,这样的消息就告诉了别人 喂,澳门呢,似乎真的慢慢开放了出来啦 那如果是开放了出来之后呢 那就可以见到呢 那些股价升上去呢,是很应该的 因为大家都在买着一个未来呢 会有一个很美的前景的 所以呢,你见到这个银河娱乐 它现在的股价是在做74个多 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它离开 可以真的今年可以赚钱的机会呢 还是一段很远的距离的 那另外还有这个奥博啦 它现在都在做11个多的 那这两家公司呢,其实如果你看下去的话呢 它们市盈率欠蓬 因为呢,它们根本就是没有盈利的 那利率呢,也都没有的 因为它们都没有色派的 那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它们的股价还可以这样升的话呢 那其实都是挺出奇的 不过,你会问,喂,这样的升法会不会再持续呢? 那,真是不知怎样说的 不过,我也是奉劝大家 不如看看它那个RSI啦 那你见到呢,这个银河娱乐 和这个奥博呢,它们两个RSI呢 都是接近70这个水平的 那即是说,如果是 连些经济再好些的话 或者恒生之族再推高的话呢 那会不会令到它升穿了这70呢? 如果是的话,手头上有货 都理论上都要慢慢出货的了 因为呢,再这样升上去的话 似乎就不是很合理的 澳门虽然可能会尽快会好回 但是你要记住,开放得太快的话 到时又有些病毒进去的话 那,其实都是只能搞的 而且,如果我们说澳门那边 是比较赌博成份多些的话 那我们回到我们香港这一边 就是比较娱乐性丰富一些的 比如说我们的旅游业 其中有一间在我们香港的标志之一 就是这个半岛酒店 那它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我一早就很喜欢这一间公司的了 另外,见到它的股价跌得很紧要的话 其实我一直都是想去投资的 但是就虎无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那些钱呢 我就集中放在美股那边 那香港股呢,就不敢碰住的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半岛酒店现在的情况呢 还不是最坏的 那理论上呢 股价就不会那么快升上去的 但是偏偏呢,我就猜错了 因为见到最近呢 半岛酒店的股价呢 由我知道的大概6元或者6元以下的话呢 慢慢升到上去 现在呢 创了全年的新高 就做着8.3元的 那我就说,哎呀,走保了 被它这样升了上去 不过呢,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这个半岛酒店 半年的亏损呢 都是接近12亿元的 那澳门如果是倒股的话呢 很可能有很多人呢 就会很快就会走去倒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做酒店这一样东西的话呢 疫情呢 有排都没过去的 相信呢 它还要挨一段时间的 我现在就在看 会不会这个股价呢 暂时升了上去 很快又会跌回来呢 如果跌回来 多少钱应该要去 尽量去投资一下呢 我就希望呢 如果它跌穿7元的话呢 理论上呢 就应该是很合理 去投资这一间公司的 因为这间公司呢 其实它拥有在香港呢 有非常多的重要 漂亮的资产的 它的股价呢 不应该那么低残的 但是它现在最近 标了上去呢 可能有些人就是 看它前景会好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旅游业 和这个酒店业呢 还是不是一个好时间 应该呢 还有机会呢 会再跌回来的 所以呢 我就会密切留意 这一只股票 看看什么时候呢 才是一个最适合的投资机会 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可能由不同的板块组成的 那么你有时呢 不知道哪一个板块 会被人炒上 哪一个板块 会被人按下来的 那么所以呢 如果乱按买的话呢 分分钟呢 就头头碰着黑呢 就未必找到吃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我们用折冲点的方法 就是去玩这个恒生指数的 升或者跌 那么会不会好玩些呢 比如好像今天呢 恒生指数呢 就升了接近800点 那么有两只ETF呢 我之前都有介绍过 应该都挺好玩的 第一只呢 就是这个7500 第二只就是7200 那么7500呢 这一只ETF呢 就是如果这个恒生指数 升的话呢 那它呢就会跌两倍的 那么另外一个7200呢 就是恒生指数 升1个percent 那么这只7200呢 就会升2个percent 那么呢 就是一个倍数效应 那么我们见到呢 今天恒生指数呢 就大概升了2.7个percent 那么所以换句话来说 这个7500呢 都应该要跌2倍 就大概5.4个percent 那么在这里来看的话呢 喂 其实有吃银的哦 尤其这几天 我刚刚在片头也说了 我们恒生指数这几天呢 升升跌跌呢 很有规律的哦 是不是 还有哦 升幅和跌幅呢 都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如果我只是买这两只呢 拆住来玩的话呢 其实真的挺好玩的 我最近呢 就是介绍了这两只呢 给我的朋友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两个ETF呢 如果可以轮流那样玩的话呢 那就会好很多咯 赚钱也都可以好快去 不过当然 要有一个波幅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这两只股票 拆住来玩的话呢 就会很好玩的 那我自己呢 就比较怕死 我就不敢两只一起买 但是呢 我就会放在这个7500 那么其实呢 在这六天里面呢 我都很好幸的了 可以连续玩了两天 这个7500 都可以赚到钱的 但是将来可不可以再赚到钱呢 那就要看自己的运气啦 不过我对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呢 始终都是比较悲观一点的 所以如果是买7500 或者是投资7500的话呢 適当的时机呢 我就会再投资 但是呢 都是要那句了 小心为上 各位 又想做一做这个文章推介了 因为最近呢 也都写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个题材呢 就叫做 《长和系》 《持续发展》 这一间公司呢 或者这个系列呢 我觉得它每一间公司呢 都是持续发展着的 无论是好的时间 或者是不好的时间 它们都不断地增长着 那么我们呢 作为一个小股东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权呢 去监管这一间公司的营运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代理人 那么李嘉诚呢 我是最佩服他的 因为呢 他在这一间公司里面 拿的董事的酬金呢 是相当之少的 其实他已经帮我们很多股东呢 是省了很多钱的了 那么当然他的儿子呢 就没那么好的 但是呢 收得贵不要紧要 最紧要呢 是对得住股东 帮股东呢 谋求最大的利益 那就最好了 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时间 就进去这个网子里了 那么就看一看这个文章啦 如果看完之后呢 希望各位呢 可以帮一帮手呢 按一按前后左右 就看到有什么广告呢 按一按它 那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的补偿 和帮忙 希望各位呢 今次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也都希望各位呢 帮手按一按些广告 继续订阅啦 继续订阅啦 继续按一下钟仔啦 而且分享这条片给你的朋友啦 给个like作为一个鼓励啦 那么在这里呢 我祝福大家呢 身体健康 投资继续顺顺利利